好了 看完了行团再来说说两位美女 那就是潘阳和朱圆圆两位辣妈呢 最近是一同出现在了 百人顺产计划的公益倡导活动当中 一位呢是讲述了分娩的经历 而另外一位呢是分享了育儿经 当时她看见我啊 就躺在床上 然后就疼着就彼身冒汗 然后我没喊 我确实从头到尾都没喊出来 我去我就喊也没用 然后还那个浪费体力 不如就憋着这股劲儿 但是眼泪也控制不了 然后就一直留 就我也不想让她看见心疼 但是这个实在是控制不住 然后我爸当时是看见我 就还是挺遭罪的 然后她就她眼圈就红了 如今潘阳的儿子小石头 已经有七个月大了 事无巨细 花了半年多时间 把小宝贝养得肥肥胖胖 潘阳自然也吃了不少苦 不过这倒成了 她恢复身材的好方法 根生小孩之前还是很胖 但是我觉得因为顺产 她因为我是春慕如胃养的 春慕如胃养的话 其实有助于你的身材恢复 我觉得应该是消耗卡路的吧 老爷怕小石头睡不踏实 一直抱着不肯放下 闹觉嘛 可能是谁也哄不好 我说给我怀里哄吧 我就哄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吧 我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也不敢动 只要我一动 往床上一放她就醒 往床上一放 我放了三次她都醒 后来我就去在我怀里睡一会儿吧 在我怀里睡了一个半小时 这边刚刚升格为辣妈的潘阳 还在享受着快乐的育儿时光 另一边已经棋身人母五年的朱圆圆 说起自己的漂亮女儿 却似乎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到 爸爸可能管的就不是像妈妈那么多 所以在孩子的心目中 他的这个形象是特别慈爱 而且特别高大的 所以孩子基本上对他爹的态度 要比对我好得多得多